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呢 是基督复活 带给我们益处 亲爱的朋友 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耶稣将视为人呢 最重要的事工 就是他牺牲在十字架上 将上帝的百姓的罪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耶稣死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 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神话故事 或是一个传说 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 在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若是没有耶稣的复活 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 耶稣的复活呢 不仅轰动了当时的以色列的地区 并且呢 继续影响世世代代 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耶稣的复活 与我们基督徒 与我今天在这里相信神的 的人是细细相关 主耶稣的复活呢 带给我们宝贵的益处 以及呢 永恒的盼望 我们今天呢 要从海德堡 要里文达的教导中 来具体的学习 这个主耶稣复活的益处 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主耶稣的复活 祂的益处是什么呢 愿圣灵赐给我们受教的心 让我们受益的人 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来 我们的题目呢 是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益处 我们要探讨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耶稣复活的重要 第二呢 耶稣复活了 教圣徒已经得到称义了 然后呢 信主的人 现在要怎么活呢 我们要活着一个新的生活 将来呢 靠着主耶稣的复活 使得我们的身体 也必要复活 信人 信的人 得称义 现在 我们有新生命 将来 我们盼望 身体的复活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呢 主耶稣复活的重要 这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学习 当然 使徒保罗呢 就是这样的教训我们 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说到 基督的复活呢 是我们大家 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 一栋物质 能够站立得稳 就是要有 一个稳固的根基 基督的复活呢 就是我们 信仰的根基 这就是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所告诉我们的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 便是 枉然 我们所信的呢 也是枉然 并且呢 明显的 使到我们 就是那些传讲 耶稣复活的人 为神忘做见证 因为呢 传道的人呢 见证神是叫基督 从死里复活 我们要了解到 当使徒保罗这样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所写的 是因为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 说若基督没有复活呢 就是在当时 在当时的人 两千年前的这些的 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甚至有一些人说 他们也是自己 是基督徒或是其他的人 有人否认 不相信 不相信 有复活的事 所以呢 保罗就指教 这个 那些的人 那些信徒 说基督复活是 信仰的根基 在当时呢 哥林多人呢 否认复活的事 就是在第十二 和十三节 就是说 若有人 若没有 死人 复活 基督就 没有复活了 在十二节 也就这样的讲 有人否认 这是不是 只是 两千年的事呢 现在跟我们 不关呢 无关呢 不是的 我们知道 当今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我们知道 基督教呢 是 是 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很大的 宗教的团体 尤其在西方 西方有自由派的神学家 Liberal Deologians 他们呢 好多 他们都否认 基督的复活 然后这些的 自由派的神学家呢 甚至在 这个 神学院里面 教导那些 要当牧师的 神学生 所以你 可想而知 现在的问题 更为 严重 所以呢 当这些 所谓的 自由派的 神学家 否认了 主耶稣的 复活的教导的时候 的真理的时候 使到当今的 许多的 福音派的 基督徒 的信心 还有灵命 受到 严重的 影响 为什么 主耶稣的 复活 是 这么的 重要呢 你认为 怎么样呢 亲爱的 弟兄姐妹 你所读的 圣经 你有何 见解呢 再次的 保罗告诉我们 若是 基督 没有 复活 我们 我们的 信 是 枉然 枉然 就是 虚空 枉然 就是 没有用 你为什么 要 要去信 和做那些 没有用的 东西呢 所以 保罗就是 这样 讲 耶稣 没有 复活 我们所信的 就是 枉然 保罗呢 只教 基督 复活 是 我们 信仰的 根基 在这里呢 再次的 他解释 他说 因为呢 这些 哥林多 否认 这个 使人的 复活 他说 如果没有 复活呢 我们 仍在 最终 在18和19节 信徒 仍在 最终 我们相信 耶稣 替我们 受死 是为了 我们的 罪 没有耶稣的 复活 我们就 仍在 最终 我们就 活在 罪的 的 瑕疵里面 还有 因罪 得到 审判的 里面 然后那些 基督里 碎了的人呢 也 灭亡了 这个是 非常的 严重 没有耶稣的 复活 死了的人 就 灭亡了 受到 审判 我们若 靠基督 只有今生 有指望 就算 比众人 更 可怜 这就是 保罗 所告诉 我们的 没有耶稣的 复活 我们 没有 指望 我们 没有 将来的 盼望 我们 有 这么多 的 付出 等等 我们基督徒 虽然 不像 当时的 基督徒 一样 他们 好多 的基督徒 他们 受了 逼迫 生命的危险 水深火热 虽然 我们 不是在 那种 的 情况 里面 当然 在我们 新加坡 是一般上 我们都 蛮 有 安逸的 生活 不过呢 我们 信主的人 相信 你自己 也有 这个经验 你知道 你 所 信的 你 你 你为基督 而付出 你把你的时间 一切 都为主 而做 还有呢 你有盼望 将来的盼望 如果 耶稣 没有 复活 一切 都 会成了 虚空 我们也是 好比一个 我们说到 你是一个 傻人 你付出 这么多 然后 到头来 变成空 人家就会 说我们 我们呢 就比 世人 更可怜 不过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 信主的人 我们 相信 所传的福音 所传的福音 就是 基督 确实 已经 复活了 基督 真的 复活了 我们当中的 小孩子 耶稣 死后 复活了 就好像 睡了的人 然后 他起来 他 复活了 这就是 保罗在 15章 3到4节 这样的说 我当日 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 基督 照圣经 所说 为我们的 罪 而埋葬 又照圣经 所说 第三天 复活了 孩子们 你要记住 耶稣死后 多少天后呢 复活呢 第三天 他复活了 耶税 耶稣的 圣的死亡 主耶稣的复活 告诉我们神接受和确认 耶稣所传和所为我们做牺牲的工作 就是说上帝说 耶稣所做的很好 我盖一个印我接受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来说 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三天复活了 要记住一个 这就是福音的核心 保罗说 相信与此手所传的福音 你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所以重要吗 非常重要 是因为相信这个福音 基督为我们死三天复活 我们就得救 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就是基督为我们死三天复活 让我们来查考 主耶稣复活的 使我们信主受的益处多多 有许多的好处 我们都知道 他活了 他在 他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来查考第二点 信徒已经得 称义了 这就是海德宝药理问答 这样的告诉我们 在四十五题里面 海德宝四十五题 我们从基督的复活 得了什么益处呢 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有三个益处 他借复活战胜的死亡 叫我们分享 他借着死为我们所取的公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也借着 他的全能 活过来 得着新生命 第三 基督的复活 成为我们将来蒙福的 复活的确实 保证 那我们来查考 第一个益处 我们是借着 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我们得在这里呢 讲是得公益 or righteousness 或者呢 我们可以称这句话为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得称义 得称义 这就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教导我们的 四章二十五节 保罗说 耶稣被交给人 被交给人的意思 也是他为我们牺牲 被人定在这家上 为了是什么呢 是为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罪 的就是主耶稣 牺牲 为了我们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 他是圣洁的 然后呢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这里呢 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死呢 就是为我们的 为我们赎罪 后 耶稣从死里复活 叫我们称义 再次的称义呢 英文是justification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就得神的公益 还有称义了 称义是什么意思呢 称义的意思就是 神把主耶稣的义 归算给相信 基督福音的人 简单的来说呢 主耶稣在世界上 他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 他遵守了神的诫命 他是一个义人 主耶稣把他的义呢 归算给相信 他的福音的人 得称义的人呢 是那些信他的人 虽然还没有 还有软弱和罪 这就是形容我们大家 信主的之后呢 我们是一个被称义的人 不过 现在呢 我们还有 这个软弱 还有 罪 罪 就好像保罗这样 保罗自己在说 他 他在 他还是有罪和软弱 在他的身上 但是呢 被称义的人呢 是在 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义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上帝已经把 基督的义 归算 他的身上 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个罗马书四章讲到 亚伯拉罕信神 他的神 归义给他 算义给他 归算这个义呢 就好比 一个 一个比喻 就是好比一个 像一个人 一个富有的人 把他的钱呢 存在一个破产 人的 的户口里面 我们呢 是罪人 我们是属灵 这个破产 贫穷的人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不过因我们的 我们所信的 主耶稣基督 上帝 把他 基督的义 归算在我们的 我们的身上 信徒因基督 得 得 称义 不是一个 无关重要的概念 而是一个 满满的福 给我们 一个大福呢 就是一个 得称义的 大福呢 就是 我们可以与神 和好 简单的来说 你是一个 被称义的人 在神的面前 你就是一个 与神 和好的人 这也是 罗马书 第五章 第一节 所说到 我们既因 信称义 我们信神 就被称义 就 接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 相和 这个 与神 将和呢 就是 就是 与神 在信义本里面 信义本 圣经里面呢 翻译为 与神 和好 所以呢 在 一个 在信基督之前呢 我们 我们是一个 悖逆 神的人 我们是 被称为 可怒 之子的人 上帝的 愤怒 降在那些 不信 神的人的身上 我们的 结局呢 是 沉沦的 如果 没有得到 拯救 我们将会 得到 地狱的 审判 不过呢 当信 耶稣之后 当你 信耶稣之后 我们 与神的 关系 就因为 耶稣 为我们的 死而 和复活呢 我们就 与神 和好了 这就是 上帝 把我们 从 一个 敌人 把我们 拉到 他的 身旁 使到我们 与他 和好 得到 他的恩典 和恩惠 与神 和好的 关系呢 就是 使到我们 犯罪 的人 要 得到 神 惩罚 的人 上帝 因耶稣 的关系 使到 我们的 罪 能够 得到 赦免 与神 和好的 人 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们得到 神的 恩典 神所 赐的 恩典 和 许许多多 相信 主的人 的 恩典 就好像 亚伯拉罕 这样 亚伯拉罕 是一个 信神 的人 他也是 有罪 有软弱的 不过 因他 信神 神 赐给他 许许多多的 福 虽然我们不像 亚伯拉罕 这样 他是 多国的 富 不过呢 我们也像 亚伯拉罕 一样 蒙神 的 赐福 与神 和好 非常 美妙 第二个 益处呢 就是我们 有基督 复活 我们就能 能活着 新 生命 这就是 海德宝的 第二段 告诉我们 我们 现在也 借他的 全能 活过来 得着 新 生命 这是非常 美妙的 基督的 复活呢 不只是一个 外表的 模式 有很多时候 人家做的是 比较 外表性的 内容 没有很多 不过呢 主耶稣的 复活 是 有权柄 和大能的 就好像 我们可以 看见 阳光 阳光 普照 这个世界 这个 世上的 这个阳光 有这个 能力 使到周围 能够 地球 能够 软化 还有呢 使到花草 能够 生长 等等 和 其其多多 主耶稣的 复活 就如 我们所 可以看见的 阳光 有效果 主耶稣的 复活呢 使信他 的人 活出 新生命来 或者呢 在 这个 或者可以说 是新生的 样式 照着 罗马书 第六章 第四节 保罗是这样的 说 这新生 样式 的生活来 英文是 newness of life 第四节 告诉我们 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 样式 像基督 借助 父的荣耀 从死里 复活一样 就是 基督 借助 神的荣耀 从死里 复活 我们 信主的人呢 也 像 耶稣一样 从 祂的 复活的 能力里面 使到我们的 一举一动 有 新 的 样式 在 这个 经节中 第六章 里面 整 整章 第六章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查考 不过来 总结来说呢 这个新的样式 newness of life 有两个方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 负面的 就是我们 有新的样式的生活 就是我们不做神的 罪的奴 不做罪的奴夫 这是第六节 讲到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旧人 和基督 同定 十字架上 使罪生 灭绝 叫我们 不再 做罪的 奴夫 当然 之前呢 讲到 耶稣的复活 信他的人 不要做 罪的奴夫 不做罪的奴夫 的意思呢 当然他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要 服侍 罪 不要 犯罪 不要 服侍 罪的主人 就是 魔鬼 我们 信徒呢 现在仍然 有罪 深的 旧人 我们有 旧人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在第七章呢 保罗就是说 我所 知道要做的 我没有去做 我知道 不可以做的 我反而去做 这就是 不是我 就是 肉体 就是罪生 在这种的 情况下 我们有 新样式的 生活 要怎么做呢 我们 我们要 以罪 挣扎 fight against sin struggle against sin 我们每天 都 都以罪 挣扎 当 你是有 新的样式 的人 基督徒 我们 不要 要以罪 妥协 不要 爱 这个世界 在这个 与罪 争战之中 我们要靠 主的 复活的能力 第二方面呢 是正面的 就是我们 将自己 献 给 神 将 肢体 做 义 的 器 明 十三节 告诉我们 你们要向 从死里 复活的人 将自己 献 给神 并将 肢体 做 义 的 器 明 献 给神 在同一本书 罗马书 十二章 十一第一节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说 保罗说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把你的身体 献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新生活 新生命 你已经信主 神的 跌作 祂的 复活的大能 在你的生命 里面运行 现在 你已经有 新生命了 我们要 把我们的 生命 献给上帝 我们的肢体 我们 身体的 所有 上帝 所给我们的 部分 一切 献给上帝 你的才干 你的聪明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奉献给谁呢 或者呢 你把一切 上帝 所给你的 用在哪里呢 是不是 你说 你请个工人 他把你 给他的 来自己 享受呢 你能够 接受这种工人吗 当然 不会 我们呢 是上帝 所 拣选 所拯救的 他以 他的 儿子 的生命 来 属我们 我们 是属于 他的 所以我们 要献我们的 生命 是理所 当然的 愿主 与我们 同在 我们 大家都 在这方面 亏欠神 我们把 神 所给我们的 当为 自己所用 愿主 赦免我们的 罪 不过 让我们的 一生 无论 你在 在什么 你的 信经的 阶段中 可能 你还 刚刚 开始的时候 或者 你是有 被盗 或者 你有 辜负 神的时候 不过 现在 让我们 听神的话 把你 一生 你的力量 一切 献给神 做 义的 器皿 第三 的方面 新生活 新生命的 生活 是一个 求 在上面的 事的 生命 刚才我们所读的 哥罗西 三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 真与基督 一同复活 又讲到 因为耶稣 我们是与基督 复活的 我们就要 求 在上面的 事 那里有基督 坐在神的右边 感谢主 我们信主 我们信徒 现在 可以借着 主耶稣的 复活的权能 而复活了 你所 为主而活的 生活呢 因为 主耶稣的 复活 运行 就能够得到 得胜 我们也是 靠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 得胜 有余 所以 愿主 帮助我们 活着一个 荣神 一人 的新生命来 第三方面 基督 基督的 复活呢 成为了我们将来 身体 复活的 保证 亲爱的弟兄 姐妹 朋友 我们在地上的身体 是暂时的 我们在现在的身体 是软弱的 是必死的 就像一个帐篷 一个帐篷 有一天 会被 拆毁 但是呢 基督的 复活成为我们将来 身体 复活的 确实的 保证 这就是 海德堡 这样的 告诉我们 如果呢 主耶稣 还没有 带来 我们 在这里的人 每一个人 都会 死去 我们的身体呢 将会被 埋葬 不过 你知道吗 如果你信主呢 当我们 死后 我们的灵魂 会归于主 进入 这个 乐园去 不过呢 就是在 等候 有一天 耶稣的 带来 我们的身体 就会 复活 这就是 罗马书 八章 第十一节 告诉我们的 那叫 基督 耶稣 从死里 复活的 那个 那呢 这里就是 上帝 上帝叫 基督 耶稣 从死里 复活的 也必 借着 住在你们 心里的 圣灵 使你们 必死的 身体 又 活过来 这也是 这也是 哥林多 前书 十五章 所告诉我们的 他重生了 这个 复活的重要 然后 在 五十一节 到五十二节 的里面 保罗告诉 这个 哥林多的信徒 也是教我们说 我们如今把 我如今把一件 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就在 一刹时 眨眼 眨眼之间 使人要复活 成为 不朽坏的 我们 也要 改变 这就是 保罗告诉 信徒的 他这样的 知道 耶稣的死 和复活 跟我们 是 细细 相关 我们 彼此的 身体呢 在 坟墓 消化后 有一天 耶稣 会带来 当 主耶稣 带来的时候 信主的人 就是 你我的身体 将会 复活 我们的身体 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身体 就会 像 复活的 耶稣的身体 一样 圣经说到 是荣耀的身体 是 不能死的身体 不朽坏的 的身体 非常的 美妙的身体 所以 主耶稣的 基督的复活呢 是我们将来 身体 复活的 保证 他怎么复活 我们也会 向他 这就是我们 美妙的 盼望 亲爱的 弟兄姐妹 你有身体的 软弱吗 尤其是我们 当中的 老人家 我们 年岁越大 我们 知道 我们的 身体 就 衰老 衰弱 疼痛 或是 在疾病中 我们会 有一天 会死亡 不过 上帝 将会 给你 一个新的身体 你所受的 一切的苦 将会 过去 不但如此 我们的身体 我们所要 从主耶稣 上帝 得来的 身体 是像 像 耶稣一样的身体 荣耀 有美妙 上帝 给我们的 新的身体 能够 享受 永恒的 喜乐 和荣耀 最后 对我们当中 如果还没有 信主的人 让我来 鼓励你 让我来 来劝勉你 来听 保罗的话 保罗在 罗马书 第十章 第九节 和第十节 就是告诉我们 大家 关于 耶稣的 复活的事 保罗说 你若 口里 认 耶稣 为主 心里 信神 叫他 从死里 复活 你看 如果你 口里 承认 这个就是 表示说 你愿意 这样的 宣告 你将 相信上帝 然后你心里 的信 是什么呢 就是神 叫他 同死里 复活 结果 是什么呢 你就 必 得救 因为 人 心里 相信 就可以 称义 在神 在神面前 是 称为 义人 口里 承认 就可以 得救 所以 亲爱的朋友 今天 你听 这个福音 愿你 愿你来 信 主 耶稣 你 心里 告诉 神 神啊 我相信 你是那位救主 信你 我信你 为罪人 而死 我信你 复活 你就会 得救 你就会蒙神 在基督里 得到 永生的 生命 对我们 孩子们 你要记住 我们所信的是 耶稣 为我们 定在十字架 不过 第三天 他复活了 你我呢 要 信 这位 复活的神 对我们 已经信主的 基督徒 我们 领受了 复活的 耶稣的 福音 我们 相信了 还有当中 有信主 好久的 我们要继续的 接坐 靠 我们所信的 福音 赞 力 我们要知道呢 耶稣的死 和复活 使我们 与神 和好 使我们 得 称义 使我们 有 新生活的力量 使我们 有将来 复活的 盼望 等一下 我们要唱这首 诗歌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 明天 因他活着 惧怕 消失 我却知道 主掌管 未来 生命 使得 活下去 是 因他 活着 愿圣灵光照 赐给我们 领悟 并感受 主耶稣 复活的大能 并 扶持他 一生 一世 阿们 优优优优独播